已经有把每一个服务器的8队 就是已经呢 给列出来了好不好 那我们就一张一张来看吧 The latest result 就是最终的这个 消息吗 还是最终消息 应该是 然后呢就是你们大家 voting的就是单人的 就是我们的单人的 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器的 单人服务 就是本服务器 就是自己的一个独家的服务器 也不对啊怎么掉 就是一个服务器 然后呢这个Opera Phantom 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器 那第一个呢是Live My Mana 然后这个 就是我们昨天也是有投给他 对吧他应该是最高票的 然后呢第二个呢是MLM 然后呢第三个呢是BulaBulaGuard 这马来文就是假假很厉害的意思啊 好然后Outlaws 欸我要一个念吗 应该不用吧 那第五名呢是火 第六名呢是Spa 第七名Captain 然后第八名呢是 然后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话 谁不念的 好那这是我们服的第八队啦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剩最后两队的话呢 我比较觉得前面一和二的 可能会比较厉害一点啦 这两队的可能会比较有优势啦 一和二的 应该是一定是代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去跟其他服的去对战 那第一队呢是我觉得比较有冠军像的呢 可能是第一队 第一队应该是 有可能我们这一阶是否可以拿冠军就靠他了 哦总冠军啦说错哦 拿总冠军呢就靠他啦 OK那还是蛮希望他可以加油加油 OK那第二队呢就是这个Golden Lava的 Golden Lava服的话呢他们呢也是有八队 那这八队我就不知道 可能他们的第一队也是个超级土豪队 反正我也看不到他们服务器的这些大佬啊 除非有观众分享一下 啊这个因为目前看不到吧 所以呢他们应该是跟我们第一名的队伍呢 应该都是土豪队所以人气特别高 好那第二个呃第三个服务器呢 这个Temper of Dawn呢就是第一名的是Baba齁 他这个机身呢也是跟他第二名的相差蛮远的 对吧那应该也是算是一个超级土豪队啦 那我在想其实第一队的应该都是本服的超级土豪队啦 不然就是就是明星偶像队哦 那明星偶像队跟超级土豪队的差别 你们应该了解的好不好 那这里的话呢呃 也是有巴大队 也是有巴大队 OK那我们继续看哦 Nemesis 的话呢 Monster OK Monster Be Esports 然后还有Monster 2 这两个应该是同个工会的吧 我猜 哇还有一个Monster X 哈哈哈 好 应该都是同个组织的吧 应该是同个组织集团的 OK 接下来呢 Angeling的呢 他们就是第一名是直接Angeling的 那应该也是超级土豪队啦 那Tim Hura 我觉得这两队 因为他们的那个应该都是比较土豪啦 好 那再接下来的是 Dream 这个Dream的 也是 通常都是3万分左右啊 有没有 那比较少人的可能就1万多 然后 可是跟第二名的是差距 有一点差距 大概是两倍的差距啊 每一幅 好 那再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把它拉的Skita 那这一个队呢 不用讲啦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超级土豪明星偶像队 这个名字比较强 前面的是超级土豪队 好 有些是明星队 那这个应该是超级偶像明星队 OK 超级土豪偶像明星队 说错了 好 那Wing Your Blessing呢 也是 这个WOB 应该是Wing Your Blessing 好不好 那这个的差距呢 也是差不多 差满多了 这两个应该都是同工会啦 都是土豪工会啦 好 希望我们的这个队伍呢 我们本服的 因为我是Opera Vandum 对不对啊 希望他们呢 可以有个好成绩啦 当然最终目标 那是 总冠军啦 因为那个翅膀真的有够帅 我讲真的 但是希望是全 全服发放啊 如果只发放给冠军队 我觉得就 以后下一届我就不看了 好不好 他才八十几啊 OK 那刚刚我们有跳过呢 就是这个呢 是那个 呃 赛事 就是我们本服的这个赛事 那就是第一名跟第八名嘛 然后呢 第三名的 就跟第六名的 第二名的跟第七名的 第四跟第五 他之前已经有这样讲过了嘛 就是 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的对战 OK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 2-2BK 然后呢 就进入 就是 好像是三战两胜 每一场都三战两胜 三战两胜 那 就是 输的就淘汰吧 那这样进军 进到最后一个呢 就是选出一个冠军队 然后呢 冠军队之后呢 就是 他又可以呢 去跟其他辅的 跨辅的冠军队呢 去那边 互抢看谁是总冠军 那总冠军就是翅膀 好 那这个赛事时间呢 其实他都好像已经有列出来了吧 对吧 就是 第一场 到第四场的 就是这八强 这八强呢 是在 21号开始 21号9点开始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看现场 我希望是可以看现场啊 OK 那第五个 到第六个 这个是 四强的时候呢 是隔天 22号 也是一样 晚上9点 然后呢 决赛 是23号 然后呢 也是晚上9点 那 这个 希望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全程比赛啦 如果是可以的话呢 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个讲解台 再录制视频 给大家分享吧 好 反正就是 欣赏土豪的 金钱操作 对吧 哦 有竞拆 这个竞拆 应该是 只有 哦 原来可以好赌啊 哇 他是不是没有上线了耶 虽然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哦 啊还是什么意思啊 免费五次是 香蜜一组 不用给水晶是不是啊 如果我点了 那么多的 我点下去 他会怎样 水晶不足 请充值 十六强啊 竞拆中 那竞拆中呢 他竟然 有这个 赔率 我觉得这个游戏做到这样 真的是 不错哦 好 那我们就 点看看吧 那这里的这一场呢 就是 竞拆就是99.3% 这个只有0.7%的奇迹啊 就是 看会不会大爆冷 但是我个人 经过那一天的分析 应该是 不会 哦 不会爆冷吧 好 那这个 今日有免费次数是5啊 他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免费的是 什么意思 我不太懂啊 这个免费是什么意思 那竞拆呢 你每一次 点这个100的话呢 就是说 他会 9万6 100是9万5啊 这是什么比例啊 我是不太懂 这个比例是什么比例啊 这个9万5的100是什么比例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 就 可以试试看 我们就点一下看 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手续费应该是要啊 我觉得应该是要的 他应该会扣吧 好 我们就点一下看看啊 这个9万5到底是干嘛的 竞拟费成功 好 然后免费次数就变0了 所以如果现在是100的话 哦 他刚刚 就是1点他便宜那个5次啦 哦 这是5啦 这个5啦 5的话就是5千啦 所以每个人每天 就是这个今天有5千啦 有5千的水晶给你来免费下注啦 哦 因为刚刚我点100是9万5嘛 对吧 所以那是5千啦 对啊 对啊 这个是 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下 是不是啊 OK 那这里呢 我是希望明天可以看得到他们的 呃 打架啦 就是他们可以打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已经选他 这里有个big哦 如果我是已经有投票他的 他有选一个big啊 好 那这里的 对面的这一队呢 他就没有了 因为他没有对手啊 是这个意思吗 不知道哦 不知道为什么是没有对手 应该是要有才对啊 还是说明天是 没有啊 因为明天他们一起打的啊 我记得是一起打的啊 所以目前进差只能进他 所以 大家都一直在狂的 呃 弄哈齁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没有对手 不是bug啊 不清楚 这个 规则 投票 consigo 赛事 对 赛事 淘汰 对 说 塞 Insig 通过 原来是那个队长还没报名 所以他们就 还没武器 对不对 这个 来 我们看一下 烬柴是消耗水晶 竞猜失败呢 将失去所有的竞猜水晶哦 如果你下100万 你100万就拜拜了 只要是输的话就拜拜哦 竞猜成功呢 会返还所有的竞猜水晶 然后呢 会按照自己竞猜水晶 占的比例 获得失败方的水晶 此收益呢 将收取10% 所以我刚刚下注我是亏钱啊 奖励需要在我竞猜的这 5点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看啊 如果对面 我们就讲说 就是刚刚我是 这个 我们讲100万好了 100万水晶哦 如果我们是投100万水晶的话 那对面这里来讲比例是什么 对面才多少啊 6000啊 是吧 如果我输我要输100万啊 那对面是6000嘛 对吧 那 是 对6000啊 那如果我赢的话呢 我要占这个 我才赢这个6000而已啊 100万赢6000啊 所以大家 这个 千万不要赌博 还不是不要赌博 因为 他的手续费哦 我不知道是我下注的 他讲他返完嘛 然后6000里面还要抽10% 抽600 所以你总共能抽到5400 所以那100万赢5400 应该没有算错吧 还是是6万 应该不是6万6千吧 对啊 6万扣10%啊 是600啊 所以是5400啊 所以我拿100万出来 以这个比例来讲的话 我输我输100万 我赢我赢5400 哇哦 好 可以 但是大家 小赌遗情 哦 那就这样而已 我是看好他们啊 他们不要 让我失望就好了 好不好 应该他们也不是 开玩笑的吧 我猜 他们就是要 拿个总冠军回来 所以呢 我一路上应该会支持他 所以下一场开始 我应该不会压啦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赚啊 真的 这个没什么好赚 除非是两边的比例差不多的 如果是5050的 那可能就有赚 就是说 我这里是100万 对面也100万 所以我输我输100万 我赢的话呢 我就赢对面的100万 对吧 我觉得这个还有得拼啦 但是他也是看那个 比例啊 他是以比例啊 好不好 那刚刚我们讲了嘛 我刚刚还没有讲完哦 就是 如果我是100万里面的10% 我是100万里面的10% 就是100%里面我占10%而已的 虽然刚刚我们是100万 100%是赢5400嘛 对不对 100万赢5400回来 5400的10% 如果我只占10%的话 我只获得540 好 所以这个大家要计算清楚哦 再来下盘好不好 那是因为我是直播示范给大家看哦 听到懂吧 就是因为他是以比例的 如果说 我们这里有100万 对吧 那 那我只占10%的100万的话 所以呢 我的这个奖励呢 赢回来的钱也只有占10%而已 所以他本来是扣完税是5400嘛 5400的10%是540 100万博540 诶没有啦 没100万啦 10%是10万哦 10万赢540哦 加油加油 我觉得啊 就是有一些可能可以 超出意料逆转胜的 可能还可以压一下那个 免费的 还可以压一下对面啊 是吧 可以用免费的5次哦 就是压一下 用5000压对面的 那如果我们输就输这免费5千嘛 赢的话 赢对面100万耶 哇哦 我有讲错吗 应该没有讲错吧 就是如果一个黑马出来了 刚好没有多少人压而已 只有你一个人 还是你跟学姐两个人压 对吧 然后突然他就获胜了 对面可能全部掉键 没有上来 参赛者奖励有什么啊 打假球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一队应该不会打假球啦 这个应该没什么悬念啦 如果真的他们输的话,他们应该没办法在这游戏里混了 他们就是要为了总冠军而来的 参赛者获得的奖励呢,其实大家已经有奖了 只要有参赛了,就获得这个头框 有进这个资格冠军赛的,就是有进来这里的 他们都会获得这个 有进去淘汰冠军赛的,就是这里的 他们就可以获得这个衣服 然后总冠军才可以获得这个翅膀和这些 所以总冠军呢,我不知道是只是给冠军队还是给整个服啦 我希望是给整个服啦 好,就是大概这样子啦 坑钱的游戏 然后我的9万又不见了 好啦不要讲啦不要讲啦 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了好不好 大家早点休息吧 那喜欢朋友们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明天再来见喔 大家掰掰啦 好,晚安啦晚安啦 你们可以去下注网看看喔 好,掰掰 拜拜